中泰部门继续狙击香港黑帮和胜 和前作馆泰国大毒销上海载郭永鸿的贩毒集团 继泰国警方泰北大扫毒后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25日一公布 一名受雇于境外贩毒组织的男子 从缅甸运送毒品进泰北后 日前由泰国搭乘航班到广东湛江被机场海关截获 当场减获近三公斤 俗称毒品的毒品律案同 是湛江海关首次在旅客通道查货毒品走私入境案 而该批毒品则是供货于上海赛贩毒集团 据通报湛江海关机司人员 当日在一名留性男子的行李夹层中 查货磊庄雷香包电板的白色粉末状物品六包现场检测显示 包内的粉末状物质均为绿案同 所以当场将其拘捕经查 湖北籍的流性乙犯受境外走私组织 雇用前往缅甸接收该批毒品 在京泰国曼谷郎曼国际机场中转 承达航机道站将你经该机场口案携带毒品入境 今次是过去50天以来 第七东涉及泰北地区的毒品案 全部均涉及上海仔贩毒集团 由于打击力度不断加强 导致上海仔基于寻找出货渠道 把缅甸的毒品运往海外 但近期接连破获多宗特大毒品案 拒之上海仔已被国际禁毒组织盯上 其军方及警察保护散已失效 泰国有关部门也备受压力 必须采取强力行动 加以打击版权声明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全署证明与本网联系